那我先講一下那個R-Fine 那這個還是可以在Moodle上面討論 或是跟Moodle上面也可以討論 Promoto鼓勵你們討論 那助教會幫忙在Moodle上再回答你們的問題 那我先跳到第五章 那我現在會講第六章 那第六章這邊 我前面這個Half Circle 這我就不講了 時間關係我就不講了 因為這個目前好像比較少在用的 以前我去年跟前年有講 今年我就先不講這個 那我們直接跳到後面這邊 那我要講R-Fine Transform R-Fine是個鋼體的東西 R-I-G-I-T 就不會形變的鋼體的東西 那在講R-Fine之前要先講一下 R-Fine就包括我剛剛講 Rotation旋轉 然後Scaling變大變小 然後Translation 它還有一個Shield Shield代表的人講 那我們先講一下 Rotation 基本上Rotation就是有 X軸 Y軸 Z軸的Rotation 就是你的那個坐標嘛 那假設就是X 然後是Y 那右手電子的 XY的Z就變這邊 所以這邊要負Z 那你以為要這邊當 這邊要當那個正的Z的話 所以正的Z的話 那我可能要這樣子 這X軸 那Y在下面 影像就變成這樣 就是影像的軸上角是0連 那這就Z 就X,X,Y,Z 那每個軸的旋轉 就像這X軸的旋轉 就是這裡的RX 然後RY RZ這樣子 就這三個軸的旋轉 那這三個軸的旋轉 這裡講的旋轉 我們又稱為 油拉角度 那你如果在做 GACO在做Rotation的話 這會跟你 就是我們會一直講到 油拉的旋轉角度 那就剛剛講的 這個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X在上面 然後Y 然後Z就在這邊 是右手電子 那這裡有幾個名詞 你要知道一下 就是In-Plane Rotation 跟Out-of-Plane Rotation 沒有In-of-Plane 沒有這種東西 是In-Plane 那什麼叫In-Plane Rotation 就是一張 一張 就是一張影像 然後這樣旋轉 然後這樣旋轉 他人頭這樣旋轉 這叫In-Plane In-Plane就是沒有遠近的觀念 叫沒有遠近的觀念 就同個Plane 叫In-Plane Rotation 就這裡 那什麼叫Out-of-Plane 那我用後面這邊有個 我用後面圖來解釋 比較好幾次 以這裡來講 這張圖 它會往這個方向點頭這樣子 那距離你越近就越大 距離你越遠就變小 所以這T型 這個 那這叫Out-of-Plane Rotation 那另外一個是搖頭 這樣子 那搖頭就是這個 就是距離你越近的東西 就本來是平行四邊形 距離你越近的話 就變大了 距離你越遠就變小了 這個 所以這兩個 都叫Out-of-Plane Rotation 那這個叫In-Plane 這個叫In-Plane 就同個Plane 沒有遠近的觀念這樣子 好 那這個如果 你在 你有去國外 有在開那個船 那開飛機 你要學這個 就是要有 這個Pitch 這另外一個名詞 就是 我們講 先講Row Rotation Row就是 Row Rotation 就這樣 就Imprint Rotation 就R-O-L-L 叫Row Rotation 那你在開飛機的時候 會有Pitch Pitch就是 我把當成像 你在投手投球的時候 投下去 左上角投下去 還是這個方向 就是點頭 點頭方向叫Pitch 那搖頭方向 叫做右 所以你在開飛機的時候 開船的時候 飛機的時候 叫Pitch幾度 那你Pitch本來是要上下 對不對 那你用到右 就變成左右旋轉 那比較危險當然是 你本來是右 要左右旋轉 那你用成Pitch 就掉下去了這樣子 所以這個 基本上 這是專有 就是專有名詞 但是這裡要 就我們在做3D的時候 會用到 就 Out-Opprint Rotation 跟Imprint Rotation 那這個都是屬於 油拉旋轉角度 OK 那油拉旋轉角度 如果以數學式來講的話 Rx就是 我剛剛不是提到3乘3的矩陣 那3乘3就是這樣 那因為這是對 這是X軸 這是Y軸 這是Z軸 那你對X軸旋轉 剛剛我們有提到 以這個來 你都 我以這個來講好了 就是 以我手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是X軸 然後Y軸 然後Z 那我對X軸旋轉 表示什麼 表示這裡有一張影像 那這樣旋轉 就是X軸在這裡 這裡有一張影像旋轉 那以你來講 這是Z軸 那這裡有一張影像 就我們一般影像 那Z軸旋轉 就變成這樣旋轉 所以我們看Z軸 如果我旋轉Z軸的話 那表示 在XY坐標這裡 會有旋轉量 這張影像會這樣旋轉 所以Z本身不會動 可是你的XY平面的 坐標改變 這樣 所以你這個 簡單簡單就這樣 Z不變 XY 所以轉Z軸 就XY 改變 轉X軸 就是YZ 坐標改變 就這樣 那這不用 倍打 只是說這個會用 如果是你在做 屬於 像我們做自軸 都會用到這個 這個東西 你要手臂都有旋轉 旋轉走 那這個我先跳過 因為時間關係 我先跳過去 一張 你要辨識 這是一個人 我可以辨識 我train完了 可是 很笨的是 當我把這張影像 旋轉90度的時候 他就不知道 這個是誰 假設我寫一個字 0到9 0頁上的9 我用這張正的寫 他可以辨識 0到9 可是我把這張 0到9的影像 轉90度 他不知道這是誰 那怎麼辦 你有兩個solution 第一個就是 把這個 把這些 那個0到9的數字 都旋轉 各個角度旋轉 然後去train它 0 那我旋轉 0不好 1的話 那我都旋轉不同角度 去train它 但是這樣的 你的train train的data量 就很大 會影響 那所以他們 有人就說 那我能設計一個 r5 transform的 深度學習 小度 我都先把你轉成正的 然後再做辨識 所以有這種 module的東西 這小module的東西 它可以把你 輸入影像 都轉成正的 然後再做辨識 那這個稱為 special transformer 這我們有 我們實際上是有做 因為我們本身 就在做這些東西 那讓你了解一下 divine有做這個r5 transform 那這是divine的r5 transform的東西 在這裡 它可以把係數 算出來 你轉幾度 它可以把你算出來 那蠻強的 那我回到我要講r5 r5 transform就是這裡 就是你輸出的y prime等於 alpha x加上alpha y加上 就00了 然後加上那個常數項 就是這裡 這個equation 輸出的新的座標x prime等於 你舊的xy linear combination 加參數 那記得 這個常數 加常數 常數項就是translation 位移 所以b0 b10 就是位移 那你的係數 xy的係數 就是包括rotation 跟scaling 所以我們在做linear 線性 linear combination 上每個參數都有它的物理性質 都有它的物理性質 那就這裡 就是位移 或是旋轉 或變大變小 所以我那時候有跟你講 為什麼x是一個很重要的univictor 那x也可以是一個i根 那x跟y之間 那個Orthonormal 要互相垂直 是跟這個都有關 好 那回到這邊 所以這個式子 這個就是r5 transform 那r5 transform的equation 我可以寫成 ax等於b的形式 就是這個形式 好 所以任何的linear linear combination linear一塊形 就寫成 ax等於b的形式 就這個形式 那你的a 就是參數 那你這個r5 transform來講 你的參數就包括 r這兩個 走上角 這兩個就是旋轉跟大小 右邊這兩個就是位 這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從一個三角形 三點變成一個平面 從平面去做 這種scaling 然後旋轉的東西 這你再看 那這個剛剛提到 就是一個標準的r5 transform 那這個 三乘三 三乘一 再變成三乘一 這個才是 homogeneous的形式 那為什麼做homogeneous的形式 是為了要求 這些這個位置數 所以只要有六個位置數 那一個點有xy 那對應x'y'就兩個equation 那你有六個位置數 就要三個點 三個點有六個equation 至少三個點有六個equation 就這裡 因為你要解r5 transform 你就需要有六個位置數 有六個位置數 就六個equation 那剛好三個點 就可以解除這個 那後面就是一些翻譯 我下禮拜再繼續繼續講 那這次我幫你 我幫你整理一下 就是r5的東西 那r5的東西 在我的領域是常會遇到 因為你要做這種 這種影像的握平啊 旋轉啊都會用到這樣子 那工藝界也會常用到 那我下次再跟各位介紹 就是那三個因素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那一樣 那個作業我鼓勵你們討論喔 ok